我是雪飞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今天我试驾就是我身边这台吉利的全新博越X 其实对于这台车 之前我的两位同事已经对它的静态以及动态都尽用过体验了 但是他们试驾的地方是在温暖的南方 今天我们来到长白山 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来看看它表现如何 关于这台车的外观 其实之前我们的同事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我就不说得那么详细了 说说自己的观点 首先争议最大的肯定就是前准点的设计 大家都从图片中一看会觉得特别的夸张 但其实你实际看到车头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设计并没有大家想中那么简单 首先它其实上边这一块是一个实心的石板 而底下是一个镂空的可以进气的 这块又是一个单独的黑色的石板点缀 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到实时车 会发现它的车头很有层次感 并没有那么的张扬和直接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头设计 其实大家看到的时候应该很好接受 然后就是这台车选装的这种橙色的试架 包括车头还有侧裙 还有车尾都有这种试架的装饰 而且它的卡钳也是这种橙色的 是这种比较出挑的颜色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 反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包括它的轮圈也是用了这种熏黑的设计 所以整体这台车是一个比较正统的SUV造型 但是整体这种年轻的气息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对这台车感兴趣 我建议一定要去看看实车 不要看到图片 觉得怎么这么夸张 就放弃它了 真的就有点可惜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车的外观设计比较激进的话 这个内饰我相信是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 首先就是这个配色 我们今天这个车的配色是一个米白加蓝色的配色 其实在同样的设计的情况下 这种浅色的配色就是能体现出更高的这种高级感的 然后用料方面大家自不然不用担心了 这是自主车的一项强项了 这些地方都是软的 包括也还有这种缝线的点缀 比较喜欢的其实是这个部分的设计 相对于那种比较平铺直续的 它用这种比较复杂的线条 包括这种不同材质的搭配 就是能体现出更强的这种层次感 让设计的心思就展现出来了 然后就是这个中控了 它也搭载了我非常熟悉的 作为新闻二号车主 这个银河OS系统 整体的操作流畅度 咱是不用担心的 非常的流畅 包括响应速度什么的都表现的不错 它也内置了像什么 Bilibili 酷工音乐 这些比较常用的APP 所以整体的娱乐功能 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这辆车带手机远程控制功能 我们常见的远程控制功能 一般都是点火 这个非常直接了 但是对于这种冬天用车来讲 其实它的控制是更加细节的 它不但可以点火 还可以开启座椅加热 以及空调 而且还可以设置空调的温度 这样的话 你在大冬天上车之前 在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前开启这些功能 进入车内你的体感 相比起单纯的点火以后 直接进入车内 那肯定是要好得多的 刚才其实在外观的时候 我也说了 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SUV造型 所以这台车虽然整体的设计 是迎合那些年轻人的喜好的 但是空间的实用性 还是真没有放弃的 那我现在前排已经调整好 我的驾驶坐姿 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五左右 简单的两下 腿部空间是两拳三指左右 头部空间是接近一个一拳的水平 坐垫也是吉利一贯的 比较厚实的 包括这个角度的表现 我觉得都是坐起来 是比较舒服的这种感受 所以这台车虽然外观变化很大 但是完全没有失去 博越Pro那种空间的实用性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买台家用车 这个空间表现完全不用担心 博越X开起来了 这博越X全系搭载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套动力系统 就是1.8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配7速适式双离合 其实这个动力系统已经是久经考验了 我觉得调校的成熟度真的完全不用担心了 1.8T发动机它在排量上相比起 现在很多新的1.5T发动机是有优势的 虽然现在很多1.5T发动机 它在参数上和这台车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实际开起来你会发现 只要排量越大 它的动力表现就是会更加从容的 实际感受下来 我觉得这台车的动力 它并不追求绝对的爆发 虽然它也能感觉到这种涡轮介入 但是整体上还是追求这种输出的平顺性的 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劲 真正你身材油门的时候 它的加速反应包括说绝对的爆发力 对于像高速再加速以及超车都是很轻松的 7速的试试双离合变速箱 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好评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开过干式双离合 尤其是早些年间的干式双离合 它在这种低温状态下顿挫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而这台车 哪怕像我们现在这种零下10度以下的气温 它的平顺性依静又得到很好的保持 根本感受不到所谓的换挡顿挫 而且它在这种不错的平顺性的基础上 我觉得它的降挡反应 尤其是你身材油门的时候 降挡反应也是表现的比较积极和及时的 在这个价位 其实对于换挡的反应 平顺性以及可靠性是要做一些取舍的 我觉得它的兼顾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在底盘方面 这台车作为一台驾用车 不出意外的肯定是一个舒适取向的调教 但是它也延续了 最近这些极力的新车会比较紧实的这种感受 对于像这种细碎的颠簸 包括说一些接缝 都是完全滤过去的 你根本感受不到 像解脱带这种 只要你控制好时速 其实它的动作也是很干脆利落的 而且你能感受到其中这种韧性 所以这台车的舒适性 我觉得是得以保证的 而且有一点高级感 这点是要给予好评的 然后就是隔音 今天我们的试驾路段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么个路段 包括说时速也没有超过七八十 在这种时速和路况以下 这台车对于胎噪也好 风噪也好 抑制的都很到位 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 唯一能称得上噪音的 也就是发动机声音了 但是你也能感受到那种很强的隔绝感 所以这台车对于家用来讲 底盘部分的感受 是能给人很强的好感的 那来到长白山这个地区 冰雪的这种路面 自然是肯定会遇到的 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在这种路况下的驾驶感受 其实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段 从三林中穿越 然后积雪比较深的路段 那对于这种路段来讲 其实无论你是什么驱动形式的车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轮胎的抓地力 那方法其实也很简单粗暴 首先就是像我们这台车一样 换雪地胎 这样是最能简单直接的增加轮胎抓地力的方式 然后就是控制好合理的车速 比较重要的可能是很多人下意识做不到的 就是环踩油门环踩刹车 尤其是当你觉得你的车打滑了 包括说前面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这时候你更要控制好你刹车的力度 如果这时候你身踩刹车 让轮胎暴死 哪怕你有ABS 其实你的刹车距离都会明显的增加 而如果你把你的制动距离能控制好 刚刚临界在轮胎的抓地力极限的时候 这样才能保证你最短的刹车距离 然后就是在这种冰雪路面常见的两种情况 就是推头和甩尾 其实很多人有误解 说前驱车就推头 后驱车就甩尾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无论什么驱动车型 只要你的前轮失去抓地力都会推头 后轮失去抓地力都会甩尾 所以在这种冰雪试驾的情况下 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你发生了推头 那这时候正确的做法并不是轮方向盘 也不是重踩刹车 而是你应该把你的前轮 指向车辆行进的方向 让它和车辆行进方向尽量保持平行 同时呢 缓踩刹车让你的前轮恢复抓地力 这样你才能很好地把车辆控制下来 在你的前轮恢复抓地力以后 你已经正常转弯了 而如果你遇到甩尾的这种情况下 大家不要以为前驱说不能甩尾 如果你在这种冰雪低附着路面 前驱车你在转弯过程中 你踩一脚中杀 你的车尾依旧会打滑 你的车尾依旧会滑出去 那在这种发生甩尾的情况下 对于前驱车来讲 正确的操作方式 其实和推头差不多 首先就是尽量把你的车轮 指向车辆行进方向和行进方向表示水平 同时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轻给油门让你的前轮的这个拖拽力 把车辆拉向正常的行驶轨迹 同时在你踩油门的同时呢 你的车辆的重心会厚移 这样你的后轮的附着力会增加 这样的话就能让你的后轮更快的恢复抓地力 这就是在这种冰雪路况下 比较正确的操作方式 当然啊 就是说起来理论是比较容易的 真正如果大家想掌握这些方式的话 还是要多加练习的 好了 其实今天的实价是比较短暂的 那在这种严寒天气下呢 我觉得博弈X整体的表现 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动力够用 底盘调教也挺扎实的 那相比起它的竞争对手啊 像什么长安赛斯QPLUS 哈佛H6 包括它自己啊 像博弈Pro这种车型 它的外观设计显然是更加个性的 那对于那些想要追求自己的个性 但同时呢 又不能牺牲一台车家用属性的 这些年轻消费者来讲啊 我个人还是挺建议他们去4S店 去看看实车的 没准这台车真的能惊艳到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